继续来关心的是台湾的狂犬病疫情 台东县在昨天传出了第一例 幼犬感染了狂犬病的案例 因为之前这个防疫中心一直呼吁民众 要带三个月以上的小狗去施打疫苗 不过昨天这只遭到幼欢攻击 而发病的小黑狗出生只有一个半月 所以专家就很担心 中间的空窗期可能会出现防疫漏洞 狂犬病疫情在10号传出第二期跨物种感染 台东县一只一个半月大的小黑狗 在八月中遭幼欢咬霜 在九月初出现忧郁贪卵的症状 10号确诊为感染狂犬病 对于我们现在目前狗狗用的狂犬病疫苗 却是死毒疫苗 那死毒疫苗它产生的抗体 需要免疫系统完善一点 所以它才会摆在第三针 出生一个半月的小狗 免疫系统不健全 要到三个月才能施打狂犬疫苗 但这三个月的空窗期滥 专家忧心可能成为防解漏洞 如今竟然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 幼犬感染到狂犬病的 我们在此可以呼吁建议 就是说在两个月左右 就可以带家中的小宝贝 两个月就可以先打一针狂犬病 不过备受关注的米格鲁动物实验 并不会因此提早 还是预计从九月底 先针对小白鼠进行实验之后 再到幼欢犬之 动物实验一定要用活的病毒 对一定的 动物是活的打得下去 它可能会排毒等等这些 安全还有工作人员的安全最重要 避免什么可能的病毒的排出来 不是那个污染的 所以这个设施的规格要更高一点 听说大概九月底就开始来进行 目前山区偏向犬只 施打疫苗比率已达九层 专家建议提早为幼犬打疫苗 但也要提醒民众 不要让幼犬与野生动物接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导